直升机缓缓降落在以色列的儿童医院 再回了第三批从哈马斯手中 历劫归来的17名人质 屯肯区内的居民聚集看直播 高声欢呼 有人是忍不住哭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认识被掳走的人 都庆幸至少他们回家了 而在这第三批获释的人质里面 最受瞩目的是她 年仅四岁的美国与以色列双重国籍女童Abigail 她也是这三波幻球中 首位被释放的美国公民 两天前一位美国人 一个小女孩叫Abigail 她变成四年 她花了她的生日 那天后 至少50天前 被捉到哈马斯 拜登在第一时间发声 真的是心疼奇了 因为Abigail在沦为人质期间 过了四岁的生日 还不知道爸妈都已残死在哈马斯手中 家属转述 当时的Abigail躲在爸爸怀里 看到爸爸被开枪打伤后 就逃到了邻居家中 没有想到被抓走 还能活着回来 这三天来 全以色列民众的心 都跟着一幕幕 家庭重逢的画面起伏着 一看到爸爸马上飞奔过去 九岁的男童孟德和妈妈阿嬷 都被哈马斯掳走50天 一看到孩子平安回来 爸爸用力把他抱紧紧狂心 一家人在医院的长廊重逢 让许多人是红了眼眶 还有这位九岁女童 艾蜜莉的爸爸 紧紧抱着心肝宝贝 艾蜜莉的爸爸 终于等到女儿回家了 一度误传 女儿已死 还在镜头前落泪的心碎一幕 怎知后来大反转 一个多月后才知道 艾蜜莉被活捉到加萨 如今终于回到身边 心情就像洗散温暖 以色列人之门 今晚50多天 终于回到家人的身边 这段期间 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有人之报寿 但是也有获释的泰国人质 像亲友说 被关期间 他们吃好住好 也没被关在地道内 待遇大不相同 如今哈马斯一约放人 以色列也释放了 共117名的巴勒斯坦囚犯 青少年们接受英雄式的欢呼 和家人开心拥抱 但还有超过3000人 被以色列关押 而且罪名都是最笼统的 行政拘留 像这次获释的人 最普遍的罪名 都是朝乙军丢石头 或是违及区域安全 而究竟以哈双方的换球停火 有没有办法再延长下去 传出哈马斯有意延长 只是目前哈马斯 也只公布了最后一批 换球11名人质的名单 没有再追加 以色列说他们有心理准备 但是万一没再放人 96小时的停火协议 一结束 他们马上就会再开火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